我三时间不回去了 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 司机小周 人家说再给我介绍几个车队 他们也有换车的想法呢 你先不用了 你照顾好在大北以后就行了 好嘞 那我不跟你说了 我等小周电话呢 我等你 小周 是我 你上次跟我说你那个老姜 想换车的 她考虑得怎么样了 要不这样 等今儿你下班之后 你再带我去见见她 好嘞 得嘞 辛苦啊 拜拜 再见 我 小夏 今天无论如何 不能再让徐迟结账了 吃完饭你去把账结了 阿姨 您跟我还这么客气干吗呀 今天您要回去 这顿饭必须得给我来起来 还是听我妈的吧 要不然 我妈会不高兴的 成 那就听阿姨的 阿姨 这里暑假结束还有一段时间呢 你干吗这么着急回去 来一个 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我跟小夏都这么忙 再有 老家那边还有几个孩子 平时落下的课 我趁着假期回去给他们补补课 要是 米豆腐 好的 该办的事情没能办成 我心里会愧疚的 阿姨 您要这么说 就严重了 那这样 等到放寒假的时候 你要是愿意 就来深圳国冬 那个时候呢 肯定已经装修好了 您就干脆住到家里去 这样呢 我跟沈夏 就可以随时吃到您做的米豆腐 好 好的 下次来 阿姨一定给你做 妈 你看看这几个菜钱吗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老板 吃点什么 这个是两婚一束是三块 一婚两束是两块 要是 快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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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不是说 要这一荤两素两块的吗 老板你看看你一表堂堂 是不是一看就是做大生意的 你就应该吃三块 我不是什么老板 也不是做大生意的 麻烦您重新打吧 谢谢啊 你看看你的样子 你会缺一块钱吗 我是不缺一块钱 但是花钱吃饭这种事 得顾客自个儿做主吧 好好好 你做主 我做主 做蛋吃 请问菜点好了吗 可以 谢谢 妈 要不然 我们换个桌子吧 好 你这菜的味道还不错 以后我还要来就吃这两块 一座主 一座主 怎么 竞标失败了 就只能吃这两块钱的路边摊 看来拿到定家的局部走了 是来这高级约菜馆 吃大餐的吧 这一顿少说得二半吧 有钱真好 我能蹭一顿吗 能啊 走吧 有人请你吃饭 坐吧 这 虽然是两块钱的快餐 但也不能浪费 小夏 把菜单给他 不知道你要来 你看看 想吃什么就点吧 不用了 王一鸣还不了解我吗 我从小到大 不就是有什么吃什么 不挑 服务员 加两个菜 凉拌海贼丝一份烧盒 谢谢 阿姨 您先冻筷子吧 好 那咱们就开始 徐迟 小夏 你们下午还有工作 咱们就 以茶代酒了啊 我先敬你们两个一杯 在你们两个齐心协力 并肩作战下 南方市场的第一次竞标成功了 恭喜你们 徐迟 小夏 是 那个 沈夏 来 徐迟 恭喜啊 恭喜 好 来吧 大家都冻筷子 开吃吧 吃菜 徐迟 给 谢谢阿姨 小夏 啊 去 我 也要不说 你 还要不说 想要不说 我 我 你 我从小就把我当自己家人看 我也除了我的父母以外 你们是我最亲的人 我也很怀念你沈叔在的日子 我们也确实曾经 把你当自己的孩子那样带 但是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我们也确实曾经 不可能再回去了 徐迟 吃啊 五年前 林带着小夏离开华旗的时候 我也一直没找到机会 跟你说声对不起 当时没说 现在也不用再说了 你也吃菜 王爷 我第一次来深圳就见到了小夏 那个时候小夏就跟我说 对他而言 您就是最坚实可靠的避风港 也是一座大山 他从小在这座山下长大 也愿意留在山脚下 与他相依为命 但我当时就告诉过他 无论这座山有多么高多么大 我一定会尽我的权利去翻过他 因为只有这样 我才能跟小夏一起留在山脚下 来保护着这座大山 与他相依为命 我下午公司还有事儿 我先回去了 小夏 你不送我去车站吗 王 王爷 王 王爷 我这五年里啊 我在山脚公司奋斗过 我现在拼尽全力地想要去当这个销手经理 就是为了让厂里改造新的车型 这样就可以造出属于我们华气最骄傲的名卡来 这些都是为了拯救华气 我不能让华气熄火啊 因为 因为华气是当年沈叔用生命保住的 华气竞表失败濒临破产 我问你 你拿什么给沈夏未来 当初是我错了 我看错了你 你根本就不是齐天大圣 你就是只六尔蜜猴假的真不了 无论你是多么大劲翻跟踪 你也翻不过十万八千里 我要去火车站了 小夏 结账吧 我要我去送你 不用 你好 这是您的账单 请核对一下 长安 好多年 没听到你管我叫长安了 都 работать 你这要帮我出去 我去跟老是快去 去看太多了 很难生活 你懂吗 你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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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要去看太多了 你好像是很厉害 是骄傅的人 你也可以去看太区 你自己去看太区 你你看太多了 就是不再恨你 但是余生 我不想再见到你 沈下 凋谢风和叶 泛黄的容颜 沧海桑雨天 也曾少年 你说永远究竟有多远 别说我 我这两块钱快餐都没浪费呢 这两百块钱 菜也根本都浪费了是吧 你乘风喝了多少潮起潮沫 偏爱的故事多少缘起缘落 让时光慢慢奔跑你慢慢的到 好 此刻遇见你刚刚好 让岁月铸隔漫妙 一场情乐玩儿变了 每次醒了 你在对我 轻轻地笑 每次醒了 你在对我 轻轻地笑 哎 你们说华气那个人 这么大个太阳辣 不怕苦不怕累的 在外面又帮人插车 又帮人洗车 这忙了也大半天哦 要不咱们把他叫进来喝口水 顺便了解了解滑气的车 了解滑气的车 你脑子有问题啊 谁不知道 滑气的车是只能看不能用啊 来 这个 再给我一遍 不行 放个二期的 来 来 滑气的兄弟啊 大热天的 辛苦了 进来喝口水了 好嘞 马上过去 谢谢他 等你喽 哎 来 试试 好 呦 没看出来啊 你还是跟那个行呢 上去了啊 谢谢 来 来 来 没想到你们这儿还有我们滑气的老古墩呢 不过这也正常 从部队退役之后啊 都被地方车队给收购 继续发挥余热呢 来来来 请坐 哎 哎兄弟 喝口水啊 哎哎 谢谢 大热的天 谢谢 谢谢 你一个人在外头 哦 够硬气 我喜欢啊 我是来找你们帮忙的 你们没开口给 我也不好意思开口要了 对 哎 你归姓 哎 不好意思 面归姓 哎 爱长安 叫你进来啊 不为别的 就是怕你中暑 进来喝口水 谢谢 现在睡夜耗完了 你就赶紧走吧 再耗我们也不会买你们滑气的卡车 我可以走 但是走之前 我就特别想搞明白 为什么大家伙都不爱买我滑气的车 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 好好说话 我告诉你啊 都说你们滑气的车质量不好 还难开 我有一个哥们 败把子的兄弟 买了你们滑气的车子 不到半年时间刹车出问题了 同志们 刹车哎 小命差点没丢了 我告诉你啊 要不是他跑到你们领导那里了 我估计钱还赔不了嘞 我就想不明白了 你们滑气坑了我们这么多人 你哪里来的 脸还在这里卖卡车呢 过去啊 别说了 别说了 我兄弟这话说得是难听了点 但这啊 确实是我们不买你们滑气卡车的原因 对不住了啊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ク着 你就会把我opher 公司把肖部交换了 不动了 对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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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ucat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